2021广州车展我们来到了江陵福特的展台 在我们身后呢 是本次广州车展他们推出了一个重磅的中型SUV 福特的领醉 前不久呢我们刚刚试驾了江陵福特的领域 那款车的产品力啊 跟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么这个新车呢 它定位是一个中型SUV 它的车长呢超过了10米6 轴距比较有意思啊 轴距是2726毫米 也就是说轴距超过了2.7米 那整体来说这个车它在造型上 跟我们之前试驾的领域啊 是比较相似的 你看它整体非常流畅的这种线条 而且侧面呢用的也是比较大的轮毂 整体这个设计呢 也是同样来自这个福特澳洲中心啊 提供的设计语言 只不过你看它这个中网上 可能要比领域显得更加的年轻化和运动化一些 那整体这个车呢 我觉得在外形上没有问题 其实看了你非常的简洁大气和优雅 我们去车内看一下 说进车内呢 其实它整体的设计啊 跟老大哥领域是比较像的 比如说像前面的这个大连屏啊 非常大尺寸的液晶仪表 和非常漂亮的这个中红屏啊 连成了一个整体 显示效果呢也是非常细腻 包括说像这个平底化的方向盘 可能跟那个领域也不太一样了 除此之外呢 这辆车也用了像这个旋钮式的换挡 另外呢也有手机无线充电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悬浮式的这个设计啊 可能更加的显年轻一些 后面呢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手套箱啊 头领上呢 也有这个可以开启的全景大天窗 在车内的材的这块呢 这辆车啊 你看包括说这门板上方 中国台上方 它都采用了大量的这种转质的材料包裹 同时还有一些缝线的处理 看上去呢更加的高级和优雅 而且这辆车呢 它在科技和安全方面啊 也是比较到位的 它的车领网呢 是跟腾讯深度合作的 Ti 3.0系统 那么除了常规的在线地图啊 在线音乐 在线语音控制这些东西 它还有这个海量的这个腾讯系统的应用 可以供下载 就是小程序可以无线的去 这个下载连接 方便大家来使用 另外呢这辆车它也依然会搭载福特的Copilot 360这个驾驶辅助系统 比如说像这个ACC 资色影巡航啊 车道保持 车道偏移预警 主动刹车 这辆车它都有 来到后排 我们感受一下 领锐啊 它作为一个中型SUV 它的后排空间表现到底怎么样 可能这个座椅刚才调的稍稍有点靠前 但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你看我的身高一米七七 那么现在后排呢还有将近三拳的一个腿部空间 另外它的后排地台呢也是纯平的 后排座椅的这个坐垫的长度和柔软度都还是不错的 同时呢有后排的空调出风口和后排USB的充电口 我觉得对于一个中型SUV来说 这样的一个表现是合格的 动力系统方面呢 这台福特领锐它搭载的是一台105T的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可以爆发170马力 风筹扭矩达到了266米 那么这个动力水平呢 放到今天的合资和国产车型里面都属于一个主流的表现 完全可以满足这场家用 呃变重枪方面啊 它匹配的是一个七档的双离克变重枪 福特领锐呢 它的定位啊 是要比领界S要大一些 比领域呢 要稍小一些 所以其实现在江陵福特啊 它也完成了从紧凑型中型到中大型SUV这么一个完整的布局 呃刚才啊 跟厂商的朋友聊天 这台李锐预计呢 可能会在13到14万这么一个价格区间 具体上市啊 可能要等到年底或者明年年初 呃这台车我觉得它整体这个空间是比较大的 而且包括它的科技和安全配置都是比较丰富的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啊 后续对它有一个深度的试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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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